本欄目由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想投资想创业想加盟 请登陆3158招商加盟网 本节目指定产品由开碗就能吃的纯燕窝 燕之屋晚宴亲情提供 鲁豫前往香港 相约电视史上首位黄蓉扮演者 米雪 我等待你 哦 谢谢 我不想说我看你戏长大 但我当时看会员甲的时候 真的那时候看了第一部香港的戏 访老友 他很多年前做的衣服也都可以穿的 吃多了一点点 我今天又不吃了就瘦了一点 逛老店 我们从80年代白蛇传的时候 已经来了 回顾四十余载演艺生涯 哇哇哇哇哇 谈及绯闻男友成龙 他将作何回应 请允许我八卦一下 他们都说成龙大哥追你追了八年是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哈哈哈哈好吧 与男友相恋二十六年 却至今未嫁 他是你的死兄至爱吗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爱你的话 不要为了一张纸 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 精彩内容即将开始 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栏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想投资想创业想加盟 请登陆3158招商加盟网 本节目指定产品 由开碗就能吃的纯燕窝 燕之屋晚宴 倾情提供 要不是因为采访 我想我很少会有机会来到这儿 这里是香港还挺有历史意义的 一个剧院叫星光剧院 1972年建成的 一开始是个电影院 后来到了上个世纪 80年代是霍英东先生 接手开始经营 然后慢慢就变成了一个 专门演乐剧的一个剧场 据说这些年已经上演了 只有上千场乐剧 那我要采访的嘉宾 本身是一个不是专业 但是很专业的一个票友 一个戏迷 应该也在这儿演出过 他现在在里面正在排练 我要去会一会他 好 到了就这里 其实这两天的演的剧目应该是 看看有没有他 盖明辉我知道 是一个很有名的乐剧演员 好像盖明辉跟他还合作过 好 好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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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很久了 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说我等待你 谢谢 真的很久 我也觉得我认识你好久好久好久了 我不想说我看你戏长大 但我当时看会员甲的时候 真的那时候看了第一部香港的戏 谢谢 嗯 真的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她的美貌不仅打动了郭靖 也让万千观众铭记于心 她就是电视史上首位黄荣的扮演者米雪 米雪原名闫慧玲 1955年出生于香港 1975年米雪拍摄了第一部电视剧 《楼上楼下》 由此正式出道 之后我们便开始在荧幕上 看到她所饰演的黄荣 你在我面前提过一百次都有了 赵倩南 很多事情已经注定了 是没办法改变的 殷素素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屠龙刀而来 他们为刀而死而无怨 薛宝钗 总是听人家讲 苏英等经典角色 没屠啊 米雪用四十余载的演艺生涯 见证着香港七八十年代的影视变化 而今我们脑海中的米雪 似乎还留有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样子 今天她也带来了一些当年拍摄的杂志 也将我们瞬间带回香港影视的黄金年代 黄金 好好好 哇哇哇哇哇 哇 因为当年我在大陆的时候也看到过很多香港的那个杂志 我看看有没有哪些 我当时有印象的照片啊 找一找 赵倩南 赵倩南这个 同一个时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了 大概出了两百本封面 天呐 那你当时要有多少时间要生活在 就是要每天要拍照 每天要拍照 是的 快够 我记得了就是拍戏完了晚班 就是摄影师就说多晚都来 我们先打好光 你一坐下来就可以拍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真的只要有求逼应 而且你看我发现 一般的明星都会有固定的拍照片 比如说左边右边 你是哪个角度都有 随便拍 正面侧面对啊 都要经得起考验 因为我一般那个年代都是拍六五打片 所以封面呢都是古装的比较多 你看不是刀就是剑 对 所以我对你的印象都是古装的 这个就是跟刘顺仁那个武装的地女花 这个就是我的成名色调英雄传 这个就是陈真 对对陈真 他叫什么来着 梁小龙 对对对梁小龙 这个就是过境白标 这个呢就是我跟黄明泉罗文拍的第一个 这是罗文吗 对啊 第一个舞台剧 你演青蛇 我也是打的为主 哇香港演员很了不得唱打演什么都要 都要会 这个之前跟就跟罗文演那个舞台剧的时候 这个是罗文来的 他们什么都 我很少看到你那个就那种做 比较野性性感的造型 因为他要改变我 他说不要跟你以前拍古装的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我第一个乐剧 这是你盖明辉 我知道他 很有名的 学个乐剧明零 你学乐剧多长时间了 才三个月 从零开始什么都是零 太厉害了 我以为要学了十几年 你才敢上台演 加工啊 拍古装片的那个 那个身段呢 多了一点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第二个 这好漂亮 那等于就是你跟那个盖明辉来固定的搭档 那他愿意跟你演的话说明你是很专业的 因为他是专业的演员 所以我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从射雕英雄传的翘黄荣到霍眼甲中 顾盼生辉 巧笑倩兮的赵倩南 从法网柔情的女警官到早前倚天同龙记中的音速所 米雪的很多荧幕抉择都深入人心 如今62岁的她不仅仍然活跃在演艺圈 还跨领域参演乐剧 参与香港著名的乐剧名林 盖明辉一同出演了乐剧《相追如梦》和《花海红楼》 今天米雪也将和鲁豫一起展示乐剧《地女花》中的一小段 《花海红楼》 这里面有没有你现在的戏服这是你的戏服吗 有 这是吗 这个就是我通常念工的戏服 你要试一下 好呀 好呀 好 咱俩尺寸应该差不多 好的 来 我穿这个 好吧 哇 这还蛮重的 重的 这个秀的 还挺有那个质感 谢谢 上次她们有人教过我擦眼泪什么的 擦眼泪是这样子 手一定要这样子 上次教我的是一个唱老生的 所以说都是那个男的 对不对 我有点混了 所以女的就应该是这样 蓝花纸 你的一定要二额多姿一点 这样子 我觉得我还是唱老生比较合适 这样 不会 我们到她上去 走 好 这个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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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的主持人 这个我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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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们 好 针钝 好手 针钝来的吗 我不会的 我就跟着瞎比划 主要看他 我还是刚刚学的 你已经都演过出了 没问题 好 好 落花满天碑月光 借一杯赴尖风台上 帝雷花大雷上香 我本带惊惊 怕火马息缘放归 不甘心爱伴我 想转眼 很爱你 跟不上 没有 我完全顾不上你在唱的什么 就光比划就很难 他唱得很好是吧 老师 不行 我们一起来拍张照 好呀 来 跟老师来 我等一下带你去一个地方 那边的蛋挞很好吃 而且是我们三十多年前 跟四十年前常常溜达溜达的地方 那就是你刚刚到 TVB工作那时候 是的 而且那个店跟我们很有情感 我们 譬如说在舞台山 中间有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休息的时候 我们就下去看电影 吃东西 买衣服 那你还会戴着你的那个装 比如说 对啊 就出去 有时候就古装就戴下去了 好好玩一下 好吗 好 那你把这个衣服脱下来 我们俩都上这个车 等一下我们就要过一个隧道 过去九龙那边 那您现在还属于TVB的吗 也不是 一半一半 就是可以跟他们也可以有合作 但也没有说我也没有签给你 是的 这个是旧区 那这个街上的店可能给你们当年那个时候 应该已经换了很多了 好多店应该都是这几年才 以前呢 之前呢 差不多每一家每一户 我们都认识 就去打个招呼啊 聊聊天啊 然后呢 有些时候没带钱啊 可以先说着 对 我们改天来再给 换了什么老板 我们都知道 对面这一家 就是 豪华饼店 白色钻的时候 跟挪文 汪明群 我们就在这边买蛋挞 上去万岁 就这里了 你看都是旧的店 哇 这味好好闻 这种面包店的味道特别好闻 哇 看看啊 你吃的哪个比较多 我们都是吃蛋挞 跟它有一些核桃面包 还有这些糯米糍也是很好 莫子 我喜欢吃菠萝豆沙 叫她包一个给你 好吧 好呀 菠萝豆沙包 阿姐 菠萝豆 老板 哈啰 老板好 老板 我介绍个美女 你认识好吗 快点出来 我介绍你认识我 老板 老板好 她特地来看看 我们常常来什么街坊 这个地方啊 老板当年是不是个帅哥 当然是 你年轻啊 年轻啊 年轻啊 我们从80年代白色转的时候 已经来了 三十多年了 她当年是什么样子啊 现在也漂亮 以前也漂亮 真会讲话 通常谁来的比较多 潤泰啦 啊 中文化 徐小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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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那些 那些蛋糕 对啦 那些喜欢小峰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法哥你买什么都啊 法哥你坐在这里吃 吃完就走出去 坐在这里吃了 吃完就走出去 太太你们买面包给人吃 很多人来排队的 我们打电话来订多少个蛋挞 几打几打 弄好了我们就拿了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蛋糕 我买一些给大家炒吧 咱们要几个人呢 十个人 那就一打吧 一打 也打一个多 也打三个 然后要一个菠萝豆沙包 对啦 菠萝豆沙包 菠萝豆沙包 好 好 我这有钱 他给的 那把你们搞 好 每天这样工作 很热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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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香港有很多这样的不起眼的小店 那他们从上个世纪 可能八十年代过来的演员 我估计每个人都会有几个这样的小店吧 而且通常我们在向外人介绍的时候 其实也都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地方 是跟我一起长大的会介绍给别人 那里面从老板到伙计 每个人都像是从TV的那个戏里面出来的 特有意思 特别香港 特别生活 包括那个味道 我觉得都是挺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那种感觉的 如果说那些香港老的蛋糕店保留了米雪成长的味道 那接下来米雪带鲁豫去网的礼服店则陪伴了她的辉煌 念旧的米雪与这家店的老板兼设计师Leslie合作超过十年 至今这家店里所摆放的米雪在各种红毯典礼中穿过的战袍 似乎还闪耀着当年的星光 这就是你老去跟做衣服的那个店 老板是马来西亚人 我跟他认识很久了 他一直给我做衣服 我只要可以出场 要拿奖的也好 演出的也好 演出的也好 买妆都他做 那你跟他也是合作了有多少年 很多年了 二十年 那就没这么多 十年 十年 起码十年 到了 还着手边的 过着这个大巴 最前那家 这边我应该来过 来过吗 对对这家街行都是婚纱店什么的 我知道 很多年前我来过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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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都是你的衣服啊 对啊对啊对啊 你的衣服都放在这儿的 对啊 我用完我就放一下 哦 纯放在这边 这个我最喜欢 这个呢就是上个月才做的 这也很好看啊 嗯 他很多年前做衣服也都可以穿的 身材都没有变的 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变的 差不多了 只是稍微 就是吃多了一点点 我今天又不吃了 就瘦了一点点 还好啦 他是十年如意的了 就是啊 你要试一下吗 好呀 这个你穿一定好看 真的吗 好呀 这个穿的真的 我穿肯定没有你好看 这个类似比较的 是 给你比较爽 好呀 东南式 这个好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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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穿起来很美 很美 真的 好 这个穿起来 我最喜欢他这里这一个 也可以盖住我们的书 而且 你们怎么说骨感很美 我们俩的确实是骨感很美 对 把自己讲得这么美啊 哈哈哈 必须要把自己讲得美一点 这是你哪年穿的 四年前 哦 我去新加坡拿奖 如果你角度好的话 拍得出来 你好像蛇腰了 哦 真的很开心哦 给鲁玉找到一件他喜欢的衣服 就有缘 连衣服都要有缘 穿在身上啊 又舒服又自然又美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从小热衷于文艺活动的米雪 小时候喜欢的明星是林青霞 陈宝珠 肖芳芳 珍珍 但自认为瘦瘦黑黑的她 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明星 以米雪的从影经历为编年回顾香港影视 就不得不提及邵氏无线电视的一员训练班 这个原本自产自用的明星培养基地 日后竟撑起了香港演艺圈的半壁江山 米雪的演艺之路和我们所熟知的周润发 刘德华 梁朝伟 周星驰等人一样 都是从这里开始 米雪从演员训练班毕业后的1975年 香港嘉义电视开台 她成为加入嘉市的第一批合约电视议员 1976年 嘉市开拍改编自金融武侠小说的《射雕英雄传》 而米雪被选识黄荣一绝 白彪饰演郭靖 这部剧缔造了当年第一个百万收视奇迹 也创造了电视史上的第一个翘黄荣 米雪因而一跃成为当时最红的电视女艺人 虽说在此之后片约不断 但还是新人的她 不论多忙多累 依然不舍得放弃任何一个角色 看《霍元甲》的时候大概就是八二八三年 三十多年 谢谢 谢谢 但你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过我演戏可以演这么多年到现在还在演戏 我说拍武打片有很多武行 他们是跟我打的 那我早班也看到她 晚班也看到她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你不用睡觉吗 你可以回家休息半天 另外一组你不拍 不行啊 她说我爸失业 我妈生病 我妹妹要上课 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来挣钱 那我听到她这样子了 我都突然间好像 这样子 我说我现在有七个合同在这边 我还要想推 然后我就说好 我就跟他们说 全部接 人家不想睡觉 也没得做 我今天这么多在这边我还推 好像很浪费 那万一有一些戏不太好呢 没有让我作为演员有个发挥的空间 那我接了不是对我就不好吗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好戏不好戏 不一定有发挥的 只要有机会 你怎么肯定这个不是好戏呢 只要上天给我健康的身体 我什么都不 1978年民学所在的嘉义电视台倒闭 因此她以自由演员的身份 走上以街拍电影 接到东南亚登台为主的演艺之路 后来香港的无线电视台和立地电视台 多次邀约她回港拍剧 1979年 米雪接拍了无线电视台的绝带双交 出演苏英一绝 1980年 米雪正式加盟立地电视 也就是亚洲电视的前身 《湖海争霸路》是米雪在立地电视台拍摄的第一套湖下剧 你记不记得当年你答应我爹我们的婚事 其后拍了《大内群鹰》 米雪似乎总能让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或许这与她童年的家庭成长环境密不可分 米雪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 当时的香港还实行着一夫多妻制 而米雪的母亲并非是生父的正房 在家中兄弟姊妹9个中排行老四的米雪 不仅在大妈与戏姨之类的称呼中周旋 还要在有9个兄弟姐妹的家庭中处好关系 这也让米雪从小就学会了包容与理解 你有没有经历过 像我们总有听到说 在同一时期很红的女演员之间 会有不和呀 会互相会 谁欺负谁呀 或者别人欺负你 刚开始当然有 因为差不多年龄的 你说 小女生嘛 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 吃醋的啦 或者看不顺眼的 是你会吃别人的醋 还是别人吃你的醋 别人 我绝对不会 因为我当过大姐 我就好像每一个进来的都是朋友 那别人吃你的醋 是因为觉得你是个新的来的小孩 但看你的风头可能起得很快 会有一些吃醋 是这个意思吧 当然有 但是我都尽量的 譬如说我明知道你对我不好的 下午茶的时候 我等一下去买下午茶 你要不要 每天这样子 你总有一天感动吧 因为每天对着你啊 但是 你不主动 那我主动了 但他一开始肯定 你这样 他还是不理你 那你内心 要是我的话我内心会觉得 特别受打击 一天两天我可能就被打击走了 我可能就再也不去尝试 不去努力了 因为我不愿意同一个戏里头演对手戏的 大家很有借替 我不要为了等一下过去 好像每天都要提心吊胆的 好像要顾虑什么东西的 我工作就是工作 工作给我快乐 人们对于漂亮女人的感情的猜测总是少不了的 更何况她是郭靖和霍元甲所爱的人 在米雪过往的感情传言中被媒体广泛传播的就是成龙追米雪八年的故事 翻看过往的报道 是这样描述米雪与成龙之间的情感纠葛 米雪与同是邵氏出身的成龙 食于威食 当时已经大红大紫的米雪 与只是武师的成龙低调拍脱 承受了不少的压力 后来成龙逐渐走红 并到美国发展 远距离的恋爱通常都难长久 当成龙认识邓丽君后 米雪被抛诸脑后 只能从报刊及朋友口中得知男友已遗情别恋 对于这段情感传言 米雪也只是笑笑带过 或许在她看来 爱情里的是与非对与错 都不足为外人道也 就如金庸所言 世间多少痴儿女 情到深处无怨由 情感当中伤痛是不可避免的 你有没有 你觉得无意中你让别人受伤过 或别人让你受伤过 这个当然也有过吧 这个我刚才都说 人生一定要尝试过这样子 你永远都是我在上 我从来不会人家耍的 都是我耍人家的 这个不是不一样 那请允许我八卦一下 他们都说成龙大哥追你追了八年是真的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你要问他了 不要问我 哈哈哈哈 好吧 那说明是有点那个 不是空穴来风了 不是 我们是真的十几岁就认识了 人家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事情我觉得 发生过的事情也总会过去 我只能这么去讲 对吗 对呀 我觉得不管是好的坏的 都是你一个好的回忆 你知道我在今天见你之前 跟你聊之前 我总觉得 谈了很多年恋爱都不结婚 那一定是因为心里面的最深的地方 好像还有一页没有翻过去 还留着有一个人的影子 不会 或者今天不是人负我 或者是我负人呢 所以这个爱情 大家都是成年人 好我马上采访成龙大哥 我要问他一下 我一定会问他的 因为上次我很多年前采访他 不知道这些那个 八卦的那个历史故事 下次我一定要问他 我们都是好朋友 好下次我一定要问他 谢谢你 谢谢 每个人的情感应该都有一些 是不能够跟外人分享的 特别是在演艺圈 我特别赞同他的看法 就如果对方 你的名气比我高的话 那我更要顾忌你的感受 我也不希望你觉得 我在利用你的那个名气 我内心特别欣赏这样的 我觉得姿态优美特别重要 所以我相信他 就是最后我们俩聊的那种 不能够指名道姓 但是我觉得我相信他是爱过 很痛的伤过 然后那个伤痛的一页 是需要很久翻过去 但我总觉得 如果你那样爱过 那样伤过的话 那一页可能不是 完全的翻过去了 只不过你把那一部分 气得堵墙一样 把它给封上了 他还在里边 只是我在这之外 我再开始我 我新的一段情感 一段人生 爱情这个江湖 往往是风波叠起 打打杀杀之后 最高的形式是 归隐江湖 1982年 米雪与香港隐星前足球运动员尹志强初次见面 1984年 两人开始交往 相恋26年却没有结婚生子 或许对于米雪来说 她的归隐不在婚姻和孩子 而是没有任何束缚的陪伴 所以你心里明白 你其实更适合于 在工作当中 去找到那个满足感 而不太容易 在你的生活 在一个比如说婚姻当中 去找到那个满足感 婚姻 其实也可以有 但是我比较工作上 找出来的那个成就感 开心比较多 可是没有哪个婚姻 会能够允许一个人 以这样的一种 往外跑 去工作 不可能的 如果你真的有婚姻的话 你这种工作量 起码要减掉 百分之八十可能 是的 那不可能的 你只能选择一样 但是我 之前我跟我男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分配得非常好 也分配得非常好 尹先生 他也有忙 我也有忙 接一个戏来说 大家都要去迁就 当然我们这个圈里头 是特别 一忙就几个月忙 你可以闲几个月 但是尽量地 安排好你的时间 这个是最大的学问 但我觉得 如果真的够爱的时候 总是还是想结婚的 你最爱的时候 也没有想过要结婚吗 我觉得 我从来没有想过 那个 因为我觉得爱你的话 不要为了一张纸 爱你可以不用为一张纸 但爱你也可以有一张纸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是好像 或者人家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 那是这样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男朋友如果跟我求一次婚 我不答应 又求一次婚 又不答应 如果求了好几次 再不答应 我都会不好意思 我觉得 我觉得 我没有 我刚好我跟她很配合 她也是这样子 我也是这样子 你觉得她也不想结婚吗 嗯 那她每一次求婚 都是在开玩笑吗 有一点大家起哄 她就啊 求了求了 我们大家就有一个默契了 只要你开心 你做什么都可以 她是你的此生至爱吗 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们两个 曾经去想过去收养一个孤儿 嗯 其实我们人已经在孤儿院的了 就是因为有一些手续上的问题 已经小孩抱抱抱在手上 啊都抱手上了 都抱的了 那最后为什么没成 就是因为有一些 不是我的主意 是她的主意 她也有一些不开心的 那不要了走了 就这样子 我那个时候 我说我不生小孩的话 我总而有一些东西 是我自己出产的 我那个时候呢 就大概二十多年前 我就留着头发很长很长 我把它剪下来 做一个假发 就是我的啦 你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 完全是你自己的 射雕音群传里的黄荣与郭靖 不离不弃 患难与共 大侠霍原甲中的赵倩男 敢爱敢恨直率利落 而生活中的米雪 丝毫不输给她 在荧幕中所扮演的角色 1992年 尹志强患上鼻炎癌 在没有婚姻契约的情况下 米雪依然陪伴在尹志强的身边 不离不弃 直到2010年2月16日 尹志强去世 记得黄荣曾让靖哥哥答应她 在她去世的时候 只能难过一阵子 不能为她永远难过 或许生活中的米雪个性上 多少与黄荣有些相似 她不让自己长时间陷入悲痛 男友去世不久就禁组拍戏 在她的心里尹志强从来没有离开过 你知道刚刚你在讲她的时候 如果讲英文的话 就会有过去是现在是 但你刚刚讲那个语气 我听起来就是现在是 不是过去是 嗯 为什么 我就觉得她没有离开过 我到现在去哪里我都 因为她很喜欢去旅游 很喜欢去玩 我每一次出去 我都把她照片放在床头 说又带你出来了 现在也是 而且你回忆都是比较开心的 那个感觉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可以 所以我觉得心里面有一个人 其实很幸福的 是的 你是挺难追的一个人 好像每个人追你都要追好几年 我也不敢这么说 那她追你不也追了好像 我看的报道说两三年 都有两三年吧 我觉得你好厉害 我觉得跟你一比我太好追了 都不用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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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幸福的 没有 我要向你学习 但真的就是两个很忙的人 能够找到一种 一种相处的方式 而且这种方式是能够 能够 能够 work 那么多年 很不容易 是啊 我从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她对人 对家庭 对亲人 对事情 非常好 我真的从她身上学很多东西 那你现在偶尔有没有一点点后悔 刚说齐尔结了婚也就 也挺好的 没有 只要我们开心 永远都是好的 因为这个是真的 嗯 哎呦 我觉得做演员有一点 其实每个演员好像都会经历过 我觉得是很 就职业她很残酷的一点 就不管我经历什么 我今天在演戏的时候 我都要去把那个情绪演出来 这是工作嘛 没有影响到 当然你心情当然不好 但是你一投入了 什么都忘了 你去工作更好 更更加好 去医治你的当时的那个情绪 嗯 如果你每天愁眉苦脸的在那边 你不如出来见见人 但说着这么说还是很难 比如说你男朋友离去 你有没有一年的时间 比如说会会沉浸在一种痛苦的情绪当中 慢慢慢慢才能够走出来 这个当然也有一段时间 慢慢慢慢 但是我没有一年这么长 也不需要 我第二天我隔了两三天我就工作了 他不再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像我男朋友也是想一些 跟他 咦 这里来过啊 很开心啊 其实这个怀念 把开心的带出来 人生还有很远 一条路要走 我觉得那一段情感 是一种彼此的陪伴 最后过早的别离 而且是那种生离死别 让这一段情感成为了一个 挺永恒的一件事情 这一次的伤痛 生离死别伤痛 就是有无法陪伴的那种遗憾 从14岁到62岁 米雪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都留在了荧幕上 和很多从无线电视走向大荧幕的艺人一样 米雪几乎同步经历着香港电影的发展历史 彭博发展时期他崭露头角 盛极一时之际他是中流砥柱 而如今他面临着新人辈出 机会减少以及昔日同行淡出的境遇 经历过娱乐圈和人生的不同阶段 对如今的米雪来说 这条已经走了48年的演艺之路 并没有画上句号 还有就是你经历过香港的电视电影 这些年的成长起起伏伏 你都在其中 但你又是很幸运 他无论怎么样起伏 你都跟着这个波浪一直就过渡过来了 你从来没有被甩掉过 其实也有很多我们的同事们 他们也有比较低落的时候 比如有一些移民 他回来在这个圈已经没这么热忱了 你好像接受不了现在的行业的台湾 态度或者其他 但是我来说呢 我一直都在里头 好的我就接 不好的就看一看 我还有很多多元化一点 我可以做做舞台剧啊 那有一点 好像在香港80年代的时候就很流行 急流勇退 不管是演员 尤其歌手 就在最红的时候我就走了 你在任何时候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不要也就离开香港这个演艺圈了 没有 从来没有过 没有 比如说有一些小生意在外面 但是这个还是自己喜欢的 只要你留在这个圈里头 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出现 跟你同一时期成长的一些女演员 现在还像你这么活跃的 其实不多了 好像都没几个 但是也有一些男生 我们常常聚的 那个白镖 梁小龙 梁小龙是演陈真的 都是我们那一班的同学 梁小龙后来在周星驰的功夫还是什么 功夫 功夫 他演一个头有点突突的一个 有当时给你演那个 霍元甲的黄元申 他后来就出家了 但后来又还俗了 是不是 还俗我就没有确定 但是出家是真的 我跟他感情非常好 因为大家都是同学 一起长大嘛 他非常古灵精怪的一个人 没想到他会出家的 但后来呢 我就在一个师傅的房里头 刚好要听他讲话 他一进来 一看到他就 我们同学 我们就会这样子逗他 他就很真正的 他已经出家了 已经出家了 所以你看当年一起拍戏的人 后来就是 他在各自的命运最后都不太一样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是你 以我的性格我会想 我出名那么早 一直红到现在 然后当我比如 到了四十岁五十岁 我为什么要演别人的妈妈 我以前一直饰演那个女主角 我拒绝演别人的妈妈 那我可能今天不演 明天不演 可能那个机会越来越少 按照前面的前辈们 他们也是这样子演下去 这个也是一个镜子 当然是一个红小生 今年就当我一个师傅 或是当我爸爸 我也是在旁边看 以后我又是这样子 其实我就觉得 外表你一定要接受 总有一天 你都要当妈妈 当婆婆的 不同的年龄 有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人生 画面也是会更美的 上个世纪大概六七十年代 或者八十年代 有一批香港的演员 非常脚踏实地 非常不好高骛远 我要有好的收入 那我做演员 我就尽我的本分 你给我戏 我就好好的演 我不太去挑三拣四 我接受生活给我的一切 所以他们那批演员 我觉得很多人都能够 从心态上来说 是比较平稳的 经过很多的改变 从年轻到中年到老了 我演不同的角色 在不同的位置 我也能够放下身段 挺敬佩 挺感动的 那你最遗憾的选择是什么 当年有吗 也有 有些时候我说 如果我有一个小孩 已经这么大了 而且像谁了 像谁了 偶尔有这样子想过 但如果有小孩的话 必须要有婚姻吗 这个当然了 不同年龄 也有不同的思想 所以你在某一个阶段 也想过了 如果当时结婚 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是 但是我还是 我还是想 如果结了婚了 或者更糟糕 所以你说后悔跟想 是两回事 对 后悔跟真的会做 是两回事 你眼中的爱情是什么 爱情只是给你人生 其中一部分 如果它的推动力 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家庭的话 什么都比下去了 就一个家庭已经很好了 比如说有一天 突然碰到一个 你觉得很好的一个人 然后突然想 那我就结婚了 我就结了 然后你就结婚了 可以啊 我不是死死板板 我是比较理性 但是不是说 我不结婚就一定不结婚 但是我想 我会到这个年龄才结婚吧 我总觉得够爱的话 就有一天就会 就会昏了 如果真的再遇上一个了 肯定是爱死了 因为经历过这么多了 一定会真实的 要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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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上有一些 特有的那个年代的标记 比如他去的蛋糕店 他认识的很多很多年的老朋友 合作伙伴 都是分分钟都是什么十几年 二十年三十年的 包括他演的很多的戏 他唱乐剧 给我看很多以前的杂志 就很多东西你会觉得 好像是有那个年代的烙印 他身上既有年代感 但是又是鲜活的 现在的一个 我们叫与时俱进的一个人物 这一点我觉得我挺欣赏的 大咖一日行 邀请您下周三晚继续收看精彩节目 感谢新浪娱乐搜狐娱乐中心网 凤凰娱乐中工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从新浪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搜狐视频 获取本节目的更多信息